欢迎来到蓝色的威纳大地精神使用法 今天我们来讲解第二册的第49页上 49页全部都是音阶练习 由于它的调性比较复杂 临时记号也比较多 因此我们分成上下两篇来练习 49页上半我们会学习四个大小调 首先第一种是一小调 它是巨大调的关系小调 因此一样都是一个升级号 调号是一个升级号 也就是升发 而这个一小调属于旋律小音阶 也就是上行的时候 第六和第七音要升高半音 也就是这个多和瑞要升高半音 而下行的时候 第六音第七音要取消升半音 因此它们就回到了还原的状态 而蓝色光光这边表示的是 由于刚刚所说到的小调规则 所以上行的时候和下行的时候 执法会有点不同 请注意这些执法和临时记号的差异 第二个八度也是一样 上行的六七音和下行 它的执法是不一样的 而当中红色框框H position 这一拳就是表示半音把位的意思 参加点 让我来说 四两个小调规则 儿竹框框 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有三段零星练习 首先第一段是一小调的第二个八度快速指法练习 也就是从低旋上一直的me 快速的进入到高音的四指me 这一串的指法必须先背起来 才能应付16分音符的速度 建议可以先分弓 指法顺畅之后再改成连弓 第二段是第三把位移动到第二把位的练习 我们要从第一拍的第三把位移动到第二拍的第二把位 这两个把位的移动要练习准确 第三段是一小调的爬音练习 一小调的爬音组成音是me so c 由低音走到高音再由高音走回低音的爬音指法练习 接下来第二个音阶是一大调 橘色框框表示的是这个调性是四个升级号 我们要记得发抖收瑞这四个音要升半音 而上行的指法和下行的指法相同 所以比较单纯 一开始要从第二把位出发 而且把一二指称开 这是扩张的一二四指法 在低旋上会使用到半音把位 和第三把位 因此低旋上的移动是这个音阶的重点 这一段是三个音阶的重点 接下来又有三段零星练习 第一段练习是 一大调第一个八度的直法练习 红色框框当中的2DA表示在第二弦 也就是在低弦上面拉走 因为这个直法也有可能在G弦完成 所以为了强调是在半音把位 这边著名的是在第二根弦 也就是低弦上面拉走 第二段练习是一大调爬音练习 一开始从半音把位出发 要记得这两个收始终都是升半音的状态 第三段练习是双声部运指练习 一指要同时按在CG弦上 并且从头到尾都不可以放掉 而在按出两根弦的状态下 要练习在C弦上按出二指 四指等直法 并且二指要向下撑开 接下来第三个音阶是降低大调 橘色框框表示这个调号有五个降记号 要记得C, Mi, La, Re, So 这五个音要降半音 或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记 发汗都不需要降半音 红色框框标示的 EMA还有H, Position表示 这个小节的三个音 要在A选上面使用半音把位 C, Mi, La, Re, So 接下来的两段零星练习 第一段是降低大调快速直法练习 其中第二个小节我们一样要注意到 前三拍分别标注 EMA, 2DA, 3ZA 表示这些分别在 A, D, G 弦上运指 第二段练习是降低大调爬音练习 一开始的E4指要记得撑开 第四种音阶是降低大调 橘色框框表示调性为六个降记号 要记得C, Mi, La, Re, So, Do 这六个音要降半音 或是直接记 巴不需要降半音 红色框框标示的EMA, H, P, C 选 表示这个小节这三个音要在A选上使用半音把位 属于它们也可能在D选上完成直法 所以这边表示要特别使用A选的半音把位 D, G, 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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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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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 接下来两段零星练习 第一段是降距大调 快速执法练习 这边的执法和刚才的降低大调 有点类似 但是我们还要记得 收汉都都需要降半音 这是比较容易疏忽的地方 第二段练习是降距大调排音练习 最高音的E四指 要在A卷上用半音把位来完成 以上就是关于威娜大调琴使用法 第二册第49页上的解说 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您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您的收看 蓝音色线上大调琴学院 课程优惠开始啰 只要你一次购买两套以上课程 结账的时候输入chero88 就可享有88者优惠 如果你已经购买过我们的课程 再购买第二套课程 只要结账输入2nd88 就可享有8折的优惠 现在就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吧